2020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即将在10月24号开打 这一届总共有194支队伍参赛 玉里高中棒球队特别来到玉里妈祖宫来祈福 希望赛事可以顺利继续夺得佳祭 球员们今天没有出现在球场上 则是来到玉里的妈祖宫 原来是全国的中信杯黑豹旗高中棒球赛 即将在10月24号开打 在玉里高中校长郑志明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以及教练团队的带领之下来妈祖宫祈福 为了让小孩子的心情可以稳定 我们后援会就是想说到这个妈祖宫队来祈福 比赛的期间小朋友的身体都能够身体健康 不会受伤 我相信我们的妈祖娘娘一定会祝福 可以保佑我们保护着我们所有的选手 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们玉里高中的宝贝 每一个都是 然后在这里也要祝福他们能够再为我们玉里高中争光 为花莲县争光 玉里高中在黑豹旗成绩卓越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也亲自来到妈祖宫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可以准备一个统一师的全队签名球 让这些选手可以感受到学长他们职棒的张力的加持 让他们在比赛中运气会比较好一点 妈祖宫更是准备了统一师队的签名球以及平安符 让学生们人人摸上签名球 每棒都是全雷打 2020年中信杯黑豹级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将在10月24号开打 这届总共有194队来参赛 玉里高中棒球队特地来到了玉里的妈祖宫来祈福 希望赛事能够顺利进行夺得夹击 据这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